继续来看就是有关那个 后面还需要有五个函数 对应到上面的需求 第一个的话呢 当然插入函数 我希望使用者定义里面呢 出现数字个数函数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啦 当然我们会希望怎么样 在我们的VBA里面 插入一个什么呢 一定模组 模组里面呢 插入一个所谓的 数字个数函数的一个方式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插入一个程序 一定用方选 名称的话呢 就是数字个数函数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我先把它先删掉 哪一个 这个 产生这个嘛 插入程序 一定要用方选 那名称的话就是这个 OK 那你按确定嘛 它一定会帮你产生一个方选 然后是小数字个数函数 第一个部分 这个 按确定应该没问题啦 一定是要方选 之前有同学选错 选到SARB 结果SARB 插入函数就出不来 没有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第二个 要跟使用的要资料 我前面讲过啦 要资料就是从那个刮壶里面要 那跟他要什么呢 要原始资料 所以我把原始资料这四个字 复制取消一下 如果你把他按取消 切不到 没办法切过来 然后把这个原始资料贴上 第二步 插入方选 然后原始资料 第三个呢 我要写什么东西呢 那其实 如果你SARB写好了 那其实你方选也可以拿来用 那我之前有讲过 你可以拿什么呢 拿那个刚刚我们SARB里面 有个叫数字个数的这个SARB 那记得你如果要拿来参考 避开外面这个FOR到NAS就可以了 直接找到FORNAS里面的部分 然后Ctrl C OK 那C之后呢 你把它贴到底下 这个数字个数函数 里面就可以了 那贴上之后 前面讲个类似的 然后把这个怎么样 缩排的部分 按SHIFT加TAB 就是往前移 因为刚刚原来是太过去了 SHIFT加TAB的话呢 就是让它往那个左边一下 那接下来呢 它们最大的差别是 SHIFT是直接去抓储存格的资料 用Sales物件嘛 那那个FORNAS是 你使用者给它资料 它最后再把结果丢回去给FORNAS 那FORNAS在丢到你 邮标停的那个位置的储存格 所以它是一串的 跟那个SHIFT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要改哪些地方呢 一如果你看到什么呢 SalesA的话 请你把它用什么呢 原始资料来代替 因为我们不是直接去抓储存格的资料 而是由使用者指定给我 所以一把什么呢 SalesA里面 只要SalesA栏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把它贴上 那你也可以用取代的啦 只是我这边大概三个 一个两个 OK好三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如果你做完的结果 是丢到B栏 可是现在FORNAS不是丢到B栏 而是丢给谁呢 丢给FORNAS自己本身 所以把这个FORNAS自己的名称 换成什么呢 SalesB是丢过去 现在不是丢过去 是丢给这个FORNAS本身 应该可以理解啦 这好像我们之前有讲过 就是说 你熟不熟这个整个架构流程 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 城市就 改好了 就这样而已 OK 所以SARB变FORNAS应该是很 不过前提是 你要把FORNAS写好了 因为如果你FORNAS SARB没写好 你要直接从FORNAS开始 可能就有点困难了 所以一般我们是SARB 再跳FUNCTION 可是回去你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没有SARB 直接写FUNCTION 各位也可以啊 可是 跟他想一下 回去可以想想看 那我们来试一下 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原来是SARB 就变原始资料 其他的话 RETURN的话 RETURN给自己 我们来试一下 这边插入函数 数字各数函数出现了 按个确定 原始资料给他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会RETURN结果出来 如果里面有数字 那表示OK 向下填满 OK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已经写好SARB的话 FUNCTION呢 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特别最后把重点提示 一插入一个FUNCTION 然后原始资料 到这边自己打上去 二的话呢 把程式从SARB里面贴过来 改几个地方 改一就是SARB A栏的资料 全部改原始资料 其实是从使用者会 未给你资料 而不是你自己去上面抓资料 二的话呢 就是再把这个 这个原来是SARB 把这个资料 就是最后结果RETURN 因为你游标放在这里 所以他会自动帮你把结果 丢到储存格所在的位置 所以基本上他的流程上 他会先抓一个资料到这边来 然后呢 他再去 喂给他其他地方用 用完结果呢 再把KONS的结果丢到储存格所在的位置 就是一串的 所以FUNCTION你可能要用理解的 不是用死背 这东西背也没意思啦 你背起来主要 那个整个流程你知道的话 那以后你要写一个FUNCTION 其实是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啦 OK 所以这个可能稍微试一下 就数字个数函数 那其他的话呢 就可以怎么样 一样的方法 把这一个FUNCTION怎么样 复制贴到底下 改成什么呢 非数字个数函数 那改哪些呢 其实发现改的地方都一样 本来是大于47 小于58 那如果改非数字函数的话 就是本来是大于变成小于等于 然后大于等于 那中间这个逻辑本来是AND 改成偶尔 其他都一样 所以基本上 这个改这个 这个 那记得 这个AND要改成偶尔 OK 然后还有什么呢 Return给自己 这个可能要跟上面是一致的 你不能说贴上之后忘了改这个 那也不对 基本上这样改完之后呢 你就会有个非数字个数函数 OK 应该可以理解啦 这SUB已经改过了 那你在拿 一样的东西来做修改 很快的这个FUNCTION 就可以产生 那 再来就是留下那个数字的部分函数 其实也可以 如法炮事 所以 再来 这个部分我想各位先试着这个 就是 数字个数函数 跟非数字个数函数 那待会再来看那个 留下数字 这边一样 一 二 三 解法其实跟刚刚SUB 还蛮像的 OK 试一下